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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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鄭鴻宜 歡迎收聽今天的報道全世界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是大家的老朋友 也是我的老朋友 他是現在民進黨新北市黨部主委何博文 博文你好 鄭大哥好 大家好 我是何博文 博文已經是我大化新聞的主力戰將 表演非常好 他其實也在報道聯播房主席過節目 那也就是大家的老朋友 那後來他也在淡水選過立委 拿到43% 那前的43% 那很好的性格 這個後來選議員 拿新北市議員拿3萬5千幾票 那可以貼兩席 說起來你是民進黨的座人 哈哈哈哈 因為議員多席次來 你只拿太多票 減掉一席 好 那麼這個博文他這一次是要代表民進黨 來選九盟三隻擔墜百利拿靠泰山 這個立委 要是我這可能可以做一個國家 哈哈哈哈哈哈 浮遠這麼兩國 浮遠很大 好 那不過呢這個博文啊 籌算現在已經過關了 是 那我先請教一下 因為本來你是幫救的議員 是 那 本來也有打算選擇去幫救 是 那為什麼後來 走去這個 第一選區呢 就是淡水這個選區 其實是這樣 其實我當初是 我在10幾年前 我在淡水就已經選過 對 那時候選其實我們也很怕 很認真 所以我對淡水北海湾 淡水南口都非常食肆 那時候有的人說 報文啊 你為什麼那時候要離開 我們不是離開 我給大家報告 因為那時候我選立委的時候 很多議員都要幫忙 那議員都要幫忙 幫忙 幫忙之後 你如果說繼續勞動那裡 議員就會心真難跳 怕你自己選議員 所以我們是為了都 當來和諧 說沒關係好 不然我們去這個 房屋打拼 在房屋打拼的過程中 我說真的 8年來我們也建立很好的 一個服務口碑 我是覺得市政 其實是一個連結性 尤其新北市 不是說你在房屋 對白海換來不認識 我估計 你說像捷運 捷運它其實是一個連通的 像我關心捷運 很多人最近有一個 剛好一個 五太輕軌都通過 五太輕軌通過 有的人說 不知道五太輕軌通過 報文也放很大 那時候 五太輕軌 那時候五太輕軌 為什麼能夠急速通過 因為我們在議會 也不斷的要求 為什麼 因為五太輕軌會 跨過大漢溪 連結到 變成太板輕軌 泰山到板橋的輕軌 然後再連結到萬大綜合線 這個對於整個區域來講 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動線脈絡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是沒有在分區域的 包括我以前早期我也在關心這個 巴黎污水處理場 因為我們現在新北市 很多污水處理 大家每天忙著那個 做污水排水管 結果到了污水處理場 全部都放水了 因為污水處理場的那個不良率太高 所以造成很多的污水污染到整個北海岸 我過去我也是都很關心的 對 所以我認為這個其實是沒有分那麼 沒有那個分那麼清楚的地域性 尤其新北市沒大 特別是我們很多的這個市政其實都息息相關 曾大哥剛才問說 我是怎麼買這個 這次沒有在本局 繼續 因為是這樣 大家知道 尤其你看最近的這個綜選 曾大哥 你也知道 同志 東來這個綜選 真的都會 刀刀劍骨 啊 這個 尤其我哪在 你現在說的是對一區 哈哈 很多區 都 看起來都 戰得很激烈 所以我是 那時候 其實我真的本來就是 決定要在板橋選 對 但是後來 因為黨內有一些考量 那時候 黨內的高層有跟我講說 我如果在這個 啊 板橋選 不會多一區 不會多一區 就算 就算我贏了 我贏了也是本來就去選 啊 這個東西又打動我了 那 他們是希望說 因為我對北海岸非常熟悉 啊過去 我選擇 八年的議員 我對北海岸也很關心 所以他們就希望說 我是不是可以到 北海岸 為大家在 這個 努力的 拼一區 對 因為喔 國會過半對中央執政很重要 嗯 那一局歸一局算啊 下一次國會 能不能過半 不曉得 是 但是我們每一區能夠爭取的 我們要去爭取 嗯 啊所以我也是因為 這樣的感覺 我就說好 不然我來 北海岸打拼 嗯 啊當然這 當然這對我來說很辛苦 對 陳大哥你知道齁 這個板橋是 都會去 嗯 北海岸是浮原很了酷 對 你知道嗎你去板橋齁 例如說你走一個公社 你可能是這個板兵 嗯 這個 民道廳 從義廳 隔壁這樣走一個 你如果去這個 北海岸走這個公社 哈哈哈哈 我有一次找一個地方齁 他那是 某一個里的武林 跟七林 嘿嘿 那在板橋武林跟七林 就隔兩個巷子而已啊 對對 結果我知道武林到七林齁 我寫成了半粒山頭 結果還要跨過一個山頭才找到 哈哈哈哈 啊到那時候怎麼找到呢 對 是聽那個有了 四松明那個什麼 哈哈 我現在尋聲 尋聲去找這個地方 是怎麼聽到四松明的什麼 啊就 人家的公寺都會 噢喔 公寺都會噢 啊我們尋聲才找到 所以 那是完全不一樣的 啊對我來講其實 其實也不陌生啦 因為過去我在這個選區也經營過 是 啊我覺得就是說 政治就是一份熱情啦 辛苦歸辛苦 可是如果我們真的 能夠因為這樣幫黨 再多增加一席 我覺得這對我來說很有意義 是是是 啊這對我人生也是一種挑戰 嗯 但是這個區你怎麼有認識 你說北台湾這個區 對對對 非常認識 九門三姿淡水百里拿靠泰山 對 九門三姿淡水百里泰山拿靠這個區 我們是很認識 因為我過去 就不知道 抹山過的理由 嗯嗯嗯 包括國區的發展 我講起來 我現在講都可以講一套 非常具體 而且是可行的 啊 你說像九門三姿 這在這個 核電廠金嘛 嗯嗯嗯 啊過去我們 這個長期喔 受到核電廠的這個蹂躪 對 所以你看那些好山好水有夠漂亮的 嗯嗯嗯 但是因為核電廠的這個 所在地 所以一直都沒辦法發展 嗯嗯嗯 啊你看現在北台湾 如果我們推動非核家園 2025能夠完整的 推動非核家園之後 嗯嗯嗯 我們對那個地方的觀光業 就可以大幅的這個 來來 來這個發展觀光業 嗯嗯 所以你看現在九門 你等一下去看喔 等一下都是老人啊 都是老人 嗯嗯 我們未來如果在那個地方 石門三姿這邊喔 如果能夠發展觀光業 嗯嗯 那未來我們很多的年輕人 其實可以在地的就業 嗯嗯 那包括我們現在核電廠喔 我們 核電廠慢慢的廢止之後 嗯 有一個叫做核能後端基金 對 核能後端基金這個喔 那錢非常多 嗯 這部分我們也可以好好來利用 對 那我在這邊也要求就是說 未來我如果當立委 核能後端基金管理委員會裡面 一定要有在地的代表 嗯 你不可以說現在學者專家 都是台電的人員 你要有在地的 對啊 修哈的是當地的那一項 這一個不合理 所以 包括未來我們都要有在地的代表 進去裡面發生 嗯 啊我相信這未來都可以好好的發展 啊你看像這個 淡水到這個南口 嗯 想到嚴重的其實一項就是 那個交通的問題 嗯嗯 這是有夠嚴重的嚴重 啊我說實際喔 這幾年來 這個像普分喔 我在做 我在做這個議員的時候 嗯嗯 其實新北市我也是在那裡 對 但是我從來不會為反對的反對 嗯嗯 我們說真的 你如果要爭取建設 地方喔 要爭取預算 嗯 我實在是比國民黨的議員更加冰 嗯 因為我們要為人民的利益著想 但是你看喔 現任的立委不是這樣 整天在丟麵粉 嗯 丟雞蛋 整天笑髮笑髮出來 還外面打開 他媽媽要 他想到他媽媽很難過 嗯 我覺得當一個民意代表不應該是這樣 所以你看這幾年 包括 這個林口跟淡水的交通建設 一直遲緩 那我對 這個淡水喔 有我的一套想法 嗯 就是說原有的這個 淡江大橋在這個 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呂孫林委員那個期間 已經動工了 未來我一定要求嚴格監督他要 在2025年之前 一定要能夠順利如期的完工 第二個 已經花十多年那個淡北快速道路 到底有什麼樣的瓶頸 我們要趕快讓他動工 然後解決淡水的問題 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一個支頭公路 支頭公路是三支到北投 這個可以成為 往淡水的那條省道的一個替代道路 所以支頭公路 他其實只要做一些道路的優化 然後進行一些路幅的拓寬 他就可以成為一條替代道路 但這幾年都沒做了 我才講到那個林口交通 你如果去林口 像有時候去民視通話 例如說如果是四點去 你可能三點就要趕快出門 或是你都提早很多 因為你不知道塞在那個交流道 會塞多久 無法預期 其實林口的那個問題 除了這個林口渣道之外 那個渣道 我跟大家講一個故事 林口現在有一個南路北出的這個縄道 那過去十多年 這個 憲政立委洪孟凱的好朋友 他那個侯友宜 包括朱立倫 做了十幾年 他從來沒有提出這個相關的要求 後來是這個林佳龍部長是看不下去說 你們奇怪你們地方都沒有提出需求 因為要針見縄到一定要地方政府提出 然後由交通部來評估 林佳龍說 過去我來替林做好了 你們既然都不願意提出 他去幫他找那個陸服 還有解決那個 紮到那個協率的問題 整個從經費陸服到協率到 那個相關的一些房務的拆遷 統統有一手由林佳龍包辦 結果現在憲政立委洪孟凱說 那是他做的 我要看這個新聞 我實在覺得很狠 那我的意思是說 那個解決林口這樣的問題 除了靠這個新政的招待之外 夠不夠 不夠 你應該在泰山那邊也要開一個交流道 分散前往這個林口的這個車流 如果我這樣分散車流之後 你就可以知道就是說 未來這個例如說我到林口國宅 或者到其他地方 我就可以從這個泰山交流道先出去 可以有效紓解這個林口的這個問題 那另外現在有一個機場捷運 機場捷運其實在林口算是一個大戰 機場捷運在林口 可是他只有一個點在這邊 可是往這個雙向 例如說桂山那個地方 桃園桂山 跟林口這個地方 其實你應該除了這個機場捷運之外 你應該要有一個輕軌的支線 輕軌的支線可以深入社區 可以深入到人口眾多的地方 那你如果能夠增加一個這個 所謂的林口的輕軌 我相信這個對當地 也會有很大的幫助 這都是我一直想要來推動 而且我覺得如果我當立委 我真的會非常認真 我不會為了 總預算怎麼反對 總預算怎麼提什麼 一千多個暗海要阻擋總預算 你一天到人家足湯總預算 你怎麼可能去好好的 爭取經費來建設地方 所以我覺得當然 選舉的時候 每個人有不同的政治立場 但是你回歸到正軌 還是要為地方的發展 非常大的努力 我記得我那個時候 我曾經跟洪孟凱講 例如說前一陣子 馬英九不是去這個中國 他去中國就是去訪問 然後搞得亂七八糟 我那時候跟他 我就說那馬英九是 名為記主啦 實為接受統戰 對 那我覺得一個立法委員 對這個要表態嘛 結果洪孟凱說 那個是政治議題是口水 好那沒關係 你如果覺得這是政治議題 這是口水 那我願意跟你針對市政的願景 交通的改善 我們來進行辯論 那他也不敢 這那個鬧一個理會 鬧一個理會這麼好做的 這個不要那個不行 是 所以我覺得 他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 立法委員 為什麼我要挑戰他 其實這個態度是很清楚的 我們現在訪問的是何博文 博文現在是民進黨 新北市黨部的主委 那我記得是2012年 你在黨水選立委 那時候拿43票 對球是吳俞森 對 那當時的43%多 其實民進黨一直在那裡 大概都拿不到4成 民進黨在那邊 對拿不到 那時候 在我更早一屆是 輸4、5萬票 好 那43%多 43%多算算不錯了 是 那博文 這個後來投入 新北市議員的選舉 離班球 博文是三萬五千三百多票 是 OK 大概一個人可以拿 這個兩席 那也就是說 其實選民給你很大的肯定跟期待 那現在這個投入選舉 立委的淡水選舉 抽選也過關 是 抽選過關 抽選也贏了 那待會兒 我們再來說 那整個淡水的選舉的結構 有什麼樣的改變 那你在這裡的選舉勝算是什麼樣 當然這個勝算包括自己 包括對手 這樣子 那我要再請教你 因為本來立法委員是民進黨的呂孫玲 對 呂孫玲兼少年二十幾歲做理會 對 做優秀 他沒選了 他後來 這主要是這樣 那時候我們要去淡水選舉 其實我有提兩個前提 對 這兩個前提就是說 第一個如果呂孫玲委員 他要繼續選的話 我絕對不會去 為什麼 因為呂孫玲委員 你看像淡江大橋那時候 也是在他任內動工 他其實也很認真 那第二個就是說在地如果議員 像我們現在的民進黨團總召 鄭宇恩他如果要選 我也不會去 因為他如果說在地 黨團總召本來是立黨的 對 後來我是更早之前 現在就是說如果他們兩個都要繼續選的話 要選立委我就不會過去 因為我們不可能說人在地 他們要選 他過去 他不會這樣 後來就是說 這個黨內協調過程就覺得說 這個就是說 我是新北市黨部的主委 那由主委 這個等於是主委親征 來收復這個地區 也是一種意義 是 第二個就是說 這個呂孫玲委員他 就是後來他也就是發了這個 他不再參選的這個聲明 包括鄭宇恩議員也都全力的這個支持我 那所以我真的很感謝他們兩位 相讓相承 是 所以我的 李孫林看也沒辦法算 我說起來 他可能有他 不同的人生規劃 我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就是說 總是他們兩個沒辦法算 我就扛起這個重擔 因為那一區確實 因為現在是 新北市有12席 那民進黨有9席 對 那他那一席 那鳳孟凱進前 他又看說他要選新北市長的 所以顯然他也覺得他自己蠻強的 所以這區就是說 我們 可能大家覺得我戰力有比較白 希望我過那邊來這個 來這個出征 所以我也毅然覺得 我要扛下這個重擔 那經過這個 民進黨的這個黨內初選 博文是拿到36.58 那丹江大學的助理教授 彭麗惠拿到27.37 那初選勝出 好 那這個 這個算庫 所謂的新北市第一選區 到底他的這個 現在的選民結構改變嗎 等一下繼續來請教 先休息一下 好 歡迎繼續收聽 《波動轉世界》 我是鄭鴻怡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是 大家的老朋友何博文 好 那博文 這一次是要選這個 新北市的第一選區 第一選區就是 九門三支淡水百利 哪靠到泰山 你在大約十年前算 拿43% 43% 你覺得現在結構有改變嗎 我說真的 現在人口結構還是有一些改變 好 因為過去以淡水市為人口的大中 對 但是這幾年 這個林口的人口也慢慢的增加 所以林口跟淡水 現在來說 人口差不多 就是說 過去林口跟泰山這一塊 跟北海四個區來講 其實現在感覺起來 人口應該是算差不多的 所以 在現在這個 有台湧的數字嗎 大概 一個 大概16萬左右 你說哪裡 淡水 淡水16萬 對 那靠 那靠 差不多 台湧加起來 差不多13萬左右 13萬左右 人口算密集 淡水一部分 包括北海四鄉鎮這個部分 加起來 大概有這樣的一個 約略的這樣的人口數 但是最重要的是 很多 台北 或者是 例如說很多 新北市比較區 這個都會地區的人 也都搬到那邊去 因為比較 淡黃區的房價 現在變比較高 很多人就會搬去 像林口 林口他現在的 這個生活機能也很好 可是他房價大概只有 這個台北市或者是 新北都會區的大概 一半或 大概 房價相對是便宜很多 所以會有很多年輕人搬過去那邊 所以 包括像這個交通問題 所以我剛剛特別提到交通問題 就是通勤組的 這個交通問題 就是很嚴重 對 所以我一定要積極的解決這個部分 那 對於這個年輕爸媽 你的育兒津貼這個部分 對 我是覺得很離譜的 就是說 之前我們為了 因為我們的稅收有一些 這個增加 所以當時我們 還有這個增加 這個育兒津貼的補助 結果先生立委 洪夢凱也把這個育兒津貼的補助 他在他的臉書上面竟然寫說 這個叫做大撒幣 意思是說亂開錢 可是對我來講 我不會這樣認為 你減輕年輕爸爸媽媽的育兒負擔 你要知道 那個小朋友 大小 這是國家的資產 這其實國家也要負擔 一部分的責任 所以像這個部分 我跟他的很多的想法 都是不一樣的 所以可以讓大家來做一個抉擇 你們有跟洪夢凱之間 兩個人現在民調的狀況嗎 有 我剛好 因為我們這次這個 我們的黨內的初選 黨內初選我們是這樣做 我們剛好有做這個 第一個我跟洪夢凱的對比 有 然後另外就是 我跟這個彭麗惠的這個互比 我跟他的對比 我這個都是完全都是我們黨部做的資料 我沒有任何造假或者是怎麼樣 我跟大家報告 我們有公信力點通跟中央黨部做的 三份對比的民調 這個都是可以公開的資訊 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部分 我公信力點通跟中央黨部做出來的民調 洪夢凱是37.04 我是34.34 37.04跟34.34 說起來應該是差別 誤差範圍 對 是在3%以內 因為2.7 所以還不到3% 對 那對我來講 我那時候看到這個對比式民調 我也嚇到 因為鄭大哥我坦白說 因為我們是要去挑戰這個先任的 啊洪夢凱又是那種 國民黨文傳會主委啊 他講起來他嘛 國民黨重點栽培的這個政治明星 結果 我本來想說我如果對比齁 因為我們讀起 對比假設第一次對比我能夠 大概輸他在15%以內 我覺得就算贏了 我認為15%到20%是正常 輸他15% 結果沒想到 我們這三家的這個平均起來 我竟然才輸他不到3% 這個讓我非常意外 那我也就是 因為這樣我更加有信心 那表示什麼 表示洪夢凱這幾年 他確實可能為國民黨做很多事情 可是就地方的建設跟人民的需求來講 他是脫離民意的 我覺得會有這樣的一個不同的選擇 是是 那這個洪夢凱在立法醫表演一下 他媽媽是貴壽村 郭樹孫 郭樹孫好像是連戰的大將 對對對 愛將 對 他其實是那種 他是政治家族 坦白說他媽媽 郭樹孫你也知道 過去連戰的時候 郭樹孫也很紅 對 他爸爸好像做過台語言的當選定位 對 做台語言 洪喜耀 我不好意思 我爸爸的名字應該是 做過台語言的董事長 所以他其實從小是在一個 黨國栽培的家庭裡面 所以他一定有他很深的基層實力 這個我相信 但是我覺得我們就是 站在人民的立場 然後我們一步一步的去做 去爭取到人民的認同 所以我想 我跟他的這個品牌區隔 其實是 還算蠻明顯的 因為 郭大哥我告訴你 我過去 我從政的這些 包括 這不好意思我是要保障的 我告訴你做大法新聞 是 柏文 他毛遂自見 說我可以來做節目 是 我說 你怎麼想要做節目 他說他叫叫馬英雄 騙到氣喪很差 什麼新聞 到最後我們就變 變有點像假新聞 馬英雄就沒見到安倍金山 你也要說他有見到安倍金山這樣子 那我說OK我歡迎你 但是 機會機會 因為 這個表現還是要看個人 對 這樣 結果想不到柏文來了 好夭壽 戰力十足 變成招球 都要給他回家 當然認真 對不對 那也打出了一個品牌 一個口碑 大家對你的信任 對你的戰力 這樣子 就一躍而起 所以 所以 柏文 外傑 爸爸 好像是 人家 台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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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這個岳父岳母好像是家醫 也是 就是 今 一般小康的家庭出生 到沒有洪孟凱家族 沒有 這麼顯赫 對 可以補充 我感覺 那個時候 其實我真的很謝謝 這個鄭大哥 那時候去 這個大化新聞 我也是一個轉機 我會從政 坦白說實在是因為大化新聞 在那個平台上 有那樣的曝光率 我可以在那邊很大聲的講我自己的話 因為說起來 其實 中國時報 在早期 這個余老時代 其實 余季忠 余季忠時代 坦白說我是還蠻敬重余季忠 這個 因為 他雖然是什麼國民黨的中常委 但是 中國時報早期 其實真的是 也自由主義的 這個 大家把他稱為暴人 他們沒有說他是 對 因為 包括我們的很多特稿 寫一些 我的特稿 可以跟社論意見不一樣 都沒關係 反正就是很自由這樣子 可是到後來就是說 那時候 為了馬英九的那個三中問題 哇 那時候我們 中國時報系 還成立一個什麼 一個榮立公司 結果 弄得大家很不愉快 我那時候去跑新聞 我去跑 那個國民黨中央黨部的時候 他同業都笑我 你不用那麼累啦 你們報事都幫你新聞寫好 閒事於北內 對啊 不用那麼累啦 你們報事都幫你新聞寫好 對啊 那時候有一個三中的問題 榮立那個 說起來榮立那個公司 空殼公司嘛 就是為了要幫這個 國民黨把三中洗出來 那時候說起來 過得很痛苦 那 我是覺得說 我們都還是感恩 既然 合則來不合則去 所以我那時候也是毅然覺得 我就覺得 就乾脆離開 幹嘛過得這麼不愉快 那我是覺得就是說 尤其在 那邊從事政治工作 你一定要是 自己相信的 你一定要自己認同的 然後你才會有那個熱忱 對 你看為什麼我真的那麼熱忱 因為我相信我的價值 我相信我的理念 對 我就真的為這個價值理念去拼 你如果說 你好像是為了一口飯吃 你如果說 你就明明不認同那個理念 不認同那個價值 就只為了那口飯吃 那也不是很痛苦 對 所以你看我後來離開之後 很多我中央時報的老同志都說 你實在是 先知 因為之後中央時報就 變得完全 完全另外一套系統 其實我都認為 中央時報 在於一老結束之後 另外一個系統 那個就是另外一個報社的 你說旺旺中時 它其實代表是另外一個價值 它已經不是以前的中央時報 那 這個講起來也真的 很感 而且 你看後來整個的這個媒體 報社生態也 有很大的轉變 所以說以前那個 我們 例如說以前我們在當記者的時候 我們的前輩 我覺得我有一個好處是 我那時候進新聞界 遇到幾位前輩 雖然有一些政治立場 不一定跟我一樣 可是至少都還是很正派 然後都是爆人 他們會跟我講說 這個要當一個大記者 大記者是什麼叫大記者 大記者你要嘛要有獨家 要嘛你就要精闢的分析 你沒有獨家沒有精闢的分析 你也要替 你也要替讀者整理出 有條理的資訊出來 當時我們真的很認真 我就覺得 哇這個環境可以 可是後來發現 台灣那個環境真的很消失 所以 我覺得我那時候離開 然後 轉到另外一個領域 也要謝謝鄭大哥 沒有啦沒有啦 你自己去拚了 對我就是有機會可以上 這個大法庭 人家會老差啦 真的太老了 身材又好 那人真的有這個機會 然後才有辦法這個 另外再重振 不過重振真的很辛苦 就是說 所以我講 你一定要有那個熱忱 你要相信你自己 你要相信你自己的價值 別人才會跟著你 是是 所以我現在真的有很多民眾 真的是 很熱情的挺博文 因為他們知道說 博文就是一個 言行如一 然後一路走來 就是始終如一 真的是始終如一 他們會願意相信我的價值 相信我的理念 然後他們願意 跟著我一起打拼這樣子 那 你剛才說重振很辛苦 有些太太其實是不願意先生重振 對 那像 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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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了 因為他貢獻給公共事務 太忙了 真的太忙 好 那 所以太太的抬頭現在看 坦白說 我這一次初選 我到 北海岸去站 確實我太太 這個 跟我是有點 就是說 有一點情緒 因為 我替孫孫的孫孫太太有一點情緒 對 因為她知道這個選區很大 而且非常的辛苦 那 她一直希望我就是在原有的選區 也經營那麼久 你就這樣奮鬥就好 不過後來我有跟她講得很清楚 就是說 這個鄭大哥你 你大概也看得出來 這個初選 真的戰到最後一定 你看 我就舉最近的這個 不管是王世堅 這個 何志偉 或者是這個 台南 台南的那個 現在也是 郭家儀 郭家儀 那也是都這樣 那種的因為是 東來的那一陣 有時候 自己台 不是坦白的 那是努西燦 你說像 我真的是個戰將 為什麼我是戰將 因為 我們對國民黨 我從來沒有畏懼過 你叫我去建 洪孟凱 建侯友宜 建國民黨 我都覺得我渾身是近 因為我們第一個裡面清楚 我們專業知識又夠 而且我們是很認真 我講起來很多人都很訝異說 為什麼我對北海岸熟成這個地步 你知道我以前在當議員的時候 人家那個總質詢 那個人總質詢 是說我自己講話就什麼 他們都不知道我總質詢 是很認真地去聽每一區議員的總質詢 你知道你只要去總質詢 像我這樣連續聽了幾個會期 那一區最重要的事情 你怎麼可能會不知道 對 好你就是認真去聽那個區的 不管是國民黨民進黨的 這個議員的總質詢 我跟大家講 你對那一區就很熟悉 該了解的 該去這個 該去更加深入研究都很清楚 對 阿布亞太太你怎麼說 他有接受了嗎 他有 他當然有接受了 不過我總不能說再生一個這樣子 什麼意思 現在轉到另外一個話題了嗎 沒有就是 這個夫妻之間 就是我們就是 動之以情這樣子 總之每天 在枕頭旁邊 那啦 柏文我跟他的太太會感情 我知道 因為太太在學校服務 對對 也是一個很 很辛苦的這個學內住 因為你整個公憲 這個政敵 酸民 那太太就要扛起很多的重擔 包括兩個小孩的功課 兩個小孩的生活起居 甚至也就再告你 對 他就要再去上班 對 確實也很辛苦 其實他真的很厲害 我說真的 像 像那個 我兩個小孩 我說起來 我有時候真的很安慰 就是說 說起來我們實在沒時間 我現在說沒關係 不是在睡覺就是 蛤 這麼大啊 對 真的 阿假日其實也沒什麼時間 可以陪他們 可是他們真的都很乖 而且都還 書都還堵得還可以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 真的是 真的是 天公平有在保備 其實最大功勞真的是我太太 因為我太太是把所有的精神 全部都 劃在她 除了她的那個學校工作之外 她真的 我家裡的事情幾乎全部都是她在處理 是 所以是還是 現在孩子多大 我小 我大兒子 今年 剛考那個 就是 推政嘛 修策 還不錯啦 很多國立大學 現在就是在 在這個 推政的過程 喔 恭喜 這麼大的 喔 時間過了好快 對啊 就是 另外那個 小的 小的現在是念那個 國一 對啊 都 國中一年級啊 國中一年級 哇 生了你破過 對啊 博文一年生的時候 我就去家裡看 那時候一年生出來 很可愛 對啊 對啊 我就說 博文你不是說壓力很大 怎麼還生的 就是壓力大 真的會生 哈哈哈哈 OK 好後來 就是壓力大 真的會生出來 所以要注意 我覺得小孩子也很可愛 去幫你做選的時候 小孩子 背去台上說 大家拜託 投我爸爸 不然他會被關 對 那個時候很小 哈哈 對啊 OK 好 那 一路看著博文在成長 在壯大 那替台灣出聲啦 是 替台灣宣明給我 等一下回來繼續請教你 因為 博文也是 新北市的議員 也是 這個民進黨 新北市黨部的主委 因為新北市黨部 是民進黨裡面 最大的 400萬人靠你 是 同時他也擔任過 民進黨新北市議員的 這個總召 那 他怎麼看待 國民黨的這些 這些總統候選人的提名 好不好 來 我們先休息這廣告 好 歡迎繼續收聽 《波多轉世界》 我是鄭鴻怡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是博文 何博文 那在這邊 這個 新北市的這個 第一選區 他要選立委 就問三支 淡水百里 哪靠到泰山 我感覺 結論是 你現在跟博文凱 可以說五五波 因為你現在 你們三間民調 和他的這個 對比 大概是輸2.7% 是 2.7%就是 誤差範圍 所以很有拼 不是說會 很有拼 那你這個地方 也不要低估博文凱 當然 當然 他的經營 家族經營這身 對 那麼 這個 所以 博文也需要大家支持 對 那 這個 你看國民黨 到底什麼人會出來選總統 我 我認為 這個 他們現在一定是希望郭台銘出來 以朱立倫來講 以現在的 也要運作郭台銘 但是呢 能不能運作成功 我覺得要看天命 例如說如果郭台銘真的在短時間之內 他的民調有一個顯著的上升 能夠讓侯友宜的支持群眾 覺得 可以接受 但是我覺得看起來很難 看起來很難 所以我認為到最後還是 這個侯友宜出現的機率很大 但是 侯友宜他出現的機率 坦白講他有一個先天致命傷 所以他如果出來的話 我覺得這個選戰 很簡單 你看 他只出國幾天而已 他還沒有說他 我請假去選總統 三天 真的沒有三天 就是 開槍 開槍 開兩天 瓶橋 土生 一邊十五千 一邊二十二 五十二千 還有這個 五股的 一個橋樑 一個橋樑 這些大家都會算在 這個市長身上 對 因為這都 這都不用鬧小的 這都民眾切身會感受到 對 尤其那些衝鋒槍掃子 一直到現在你看 網路流傳 那畫面好可怕 對 那大家都會覺得說 這真的很可怕 所以 我現在就 退一萬步講 他現在都還沒有請假 去參選總統 如果他請假參選總統 結果新北市發生這件事情 對 你看大家怎麼 跟他爭取 所以坦白講 他有一個先天上的一個致命傷 這我發講回來 我就是要拿這個 陳大哥報告就說 為什麼我這次 很多人說 報分啊 你如果選議員 你輕輕鬆鬆鬆 你什麼議員 你放棄不來選 我說 我就是不來選 因為我相信我的假托 就是說 我沒辦法吃完 來看我 所以我議員 我就死掉 我沒做 而且我才不會年輕人 因為我沒有選 這時候 做到國民都吃掉 我才不會年輕人也出來 所以我感覺 那侯友宜他面對很大的一個困難 就是說 他是現任的市長 那郭台銘贏他也贏在這一點 那至於他們兩個 到最後入死誰手 覺得很難講 你覺得 侯友宜的國際跟兩岸 這種他的內涵 什麼樣 這就求著 差太多 這如果要說國際跟兩岸跟外交 這總統真正的實權 你看那天賴清德 這個我們主席 他正式被提名那天 你看他對 這個兩岸國際外交的定位 清清楚楚 他一開始他就先定調 他說台灣沒有統獨問題 就是不要再說真的統獨問題 他說我們就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就請這位 這個路線其實就是 蔡英文總統路線 也是美國日本全世界各個國家 都可以接受的路線 好 他定調完之後 他針對我們的國防外交 民生經濟 都有他非常清楚的闡述 你現在去問侯友宜 請問侯市長 這個兩岸外交 這個部分 你有什麼看法 合合做事情 他其實都是 炫在一個那個漩渦裡面 他根本 沒有自己一套主張 我說一個很簡單 他連九二公司 他都不敢說他接不接受 九二公司能不能接受 你要講清楚啊 對 我接受九二公司 跟我不接受九二公司 就一句話而已 為什麼 大家在聽你的闡述 對不對 他連這個他都不敢講 那你想想看 這 總統最重要的就是 這些問題 你連這個你不敢說 啊你又說 他不敢說是因為 他怕還是說他真的不好 我覺得他怕 他的人齁 他也可能真的不好 就是不好才會怕 你說我們不好 我們有什麼好怕 但是 這個 學識跟知識本來就是 我們的 這個 北区嘛 我認為他其實 他真的也不懂 所以他很動輒得救 所以我看他現在 包括他在講這個 兩岸的時候 我覺得他都嘻嘻啊 他的格局跟程式其實 是停留在那種 你兄我弟那種 感覺還是那個 老刑警那個樣子 所以我覺得他 如果做一個國家 負感情的那樣 就是負感情的那種 你說一下 你如果說一般的這個 民眾跟他負感情的 你會覺得 阿公這不錯 但是你把他論到實質的東西 會差很多 你不要說 以前那個 共機繞台 我怕他問過了 對 共機繞台你有什麼看法 他說 共機繞台 那是哪一國的飛機啊 我為什麼要哭泥 你真的 哭到一個 那會不會是因為那時候他 還是姓北市長 還沒有表達要選總統 所以他不想 對這個部分 表達太多 也有可能 可是我是覺得 任何一個人 你不要說姓北市長 任何一個 政治人物 對這些事情 都要有自己的立場 去 我就說齁 你要有立場 要有價值 要有信念 你政治工作才走得長久 不然的話 你東搖西擺 你要叫人家怎麼去跟隨著你 其實政治人物有時候是一種 你要去帶領很多群眾 你帶領很多群眾 你當然尊重民意之外 你要提出你的見解跟看法 人家才會追隨你 對啊 我是覺得侯友宜 他 他看起來我實在是不曉得 到底什麼樣的人 那他 在 新北市連任的時候 拿45萬票 是 這會複製在 總統大選上 那個很多人都會講說 欸他 這個 新北市長選舉拿115萬票 多麼了不起 其實我跟大家講 那個反而是他最大的負擔 你現在看起來 為什麼 我記得我那時候 我用新北市黨部主委的這個 名稱齁 我去給他掛那個看盤 對 他很不爽 他整天叫做政權處 說要聽 那時候我給他掛叫做 半年市長 撈跑市場 半年市場 那時候很多人說 哪有可能 人家獨算條 你也不要這樣 那獨算條 哪有可能就撈跑 結果現在證明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東西 對他會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新北市政你想想看 第一次的這個 第一次的這個會期 都還沒有開始 他已經準備要撈跑了 你要知道今年度的 總預算是9月送進來 9月送進來 你知道總預算是 總預算輸品 但是現在負責人是侯友宜 市長侯友宜 對 結果 我今天議員 我要去審查這個總預算 結果負責人 市長侯友宜 撈跑 你覺得 這是什麼經驗 市政總預算 那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對 所以我覺得這名字都是 很大的 很大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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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說什麼 我比較努力 我跟打拚就跳過去 沒辦法 因為這是先天的 這也是 我覺得郭台銘 勝過他這一點 勝很多 因為郭台銘沒有這個負擔 對 那他那個 送贏的事情已經過了嗎 過關了嗎 還沒過關 那個部分 因為我去告發 告發之後 他一定會去約 約談相關人 對 你看羅友誌 他的態度其實是很 很堅定 羅友誌 而且他講的 人事實地物是非常巨在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 他未來他要面對 啊說起來 他也好像不成人 不成人 不成人 應該是這樣說 他是完全迴避 他是迴避 他也沒有說有 例如說很簡單嘛 你不要說什麼抹黑 或怎麼樣嘛 你有沒有去跟他見過面 2014年 你有沒有跟羅臣見面 你也有沒有跟他在市長 這個副市長辦公室的 旁邊的會議室見面 這說起來很清楚啊 如果有 或者是當時有另外的人證 我跟羅友誌 他就很難處理 但我是覺得 這個如果一般 如果說是 比較偏綠的 這個陣營的名嘴 或者是政治評論員 來講這個事情 你或許還說 啊這有什麼政治動議 羅友誌 你也在他的政治立場 他就想要代表國民眾選議 對啦 對啊 啊所以 其實這個事情 我們過去也聽過他講過 其實他沒說那麼清楚而已 是 他對這個一直 有自在心 所以他可能是 可是最近看到 他連線敲兩個選戶 所以他會覺得說 你是不是要用同樣的手法 在搞這個事情 他 這屬營家庭 這是其實很重 很嚴重的事情 因為這是 真的是 違法的事情 結果他們國民眾 都過不自信 國民眾竟然說 我是 去幫收營家庭 我當然會去他告 還有 這個 因為他們直接講我涉及違法的事情 而且沒有加任何問號什麼 就直接說我就是要用手禮 我當然要告啊 但是你看侯友宜 你不敢 因為你如果要告 大家就要出來講了 對不對 那我敢啊 我絕對敢 我們沒討厭 我們再去挑戰艱困選區 我是怎麼要讓你這樣補救 所以你看 你從我跟侯友宜的態度你就知道 侯友宜你相信誰 要是我是百分之百不會相信 所以他沒有去告侯友宜嗎 他沒有去告啊 他還說什麼 他還說什麼 人家那個像什麼 他的那個呂家凱那個發言人 說是那個 你在路上遇到瘋狗你不會去咬他 我覺得這個形容是不對的 裸友宜不是路邊的瘋狗 他是一個有社會知名度的媒體人 所以他不是一般人 所以我感覺侯友宜他本身是心虛的 對 不過侯友聽說李美特下很多廣告 他其實新北市政府的資源很多 所以新北市政府有很多的資源 下載很多的新聞業配 這個我相信 那包括你不要說什麼 每年一次的那個 那個歡樂耶誕城 歡樂耶誕城坦白講 那個市政府名義上是出兩千萬 可是你要知道歡樂耶誕城的廣告消費很大 所以他變成就是說我委外給你這個廠商 這個其實也是我以前一直在追的一個東西 你委外給廠商 然後你等於是用新北市政府的名義 去對外找廣告募款 可是這些帳目從來沒有很清楚給議員看過 所以我認為像這個東西其實都是很大的一個漏洞 你透過這個東西 你也可以跟很多媒體去建立關係 光是這個活動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好意他很會 他有能力跟 如果媒體跟他批評 他有能力跟這些公國都撤掉 都 就是說把這個抵制媒體這樣 媒體就要怕他 他會抵制媒體 他會喔 他那個人齁 例如說我舉我自己的例子啊 我們有議員的建議款 議員的這個建議款是一千兩百萬 這議員建議款就是說 例如說像我都是補助學校比較多 學校的客桌椅啊 還有他們那個電子看板 還有那個他們的什麼書櫃啊 或者是他們的那個什麼 很多啦 就是說 什麼自助廚房那些東西 這一千兩百萬很好用喔 你只要補助的時候 你下次人家畢業典禮家長會在那邊齁 你去人家就會說 某某議員 謝謝你幫我們 這個爭取這個經費 結果 我來跟他弄得不愉快嘛 他一千兩百萬一毛錢都不給我 喔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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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Y 那個是 議員本來就可以 這個是 公務的預算 對齁齁齁齁 而且我們必須用在公家的東西 那個也不是一毛錢都不可能會浸到自己的私人口袋 結果他就是用這個東西 壓制你 然後呢 如果一般你比較怕的 你就會怕到 我是沒差的 我就說你就算這樣搞我 我還是繼續這樣做 我無所謂 所以意思是他很包裝嗎 你就好包裝 他是那種標準 胡蘿蔔跟棒子會一起拿的 真的 聽我的我就給你胡蘿蔔 你聽我的 胡蘿蔔給你 你就是我兄弟 這個給你你不要 棒子就下去 那你如果看 朱立倫會徵招 什麼時候會徵招 不然他要徵招 現在就可以徵招 對 這個鄭大哥你講的是重點 所以我一直說 朱立倫他其實並不想要胡蘿蔔出現 所以他現在一直在看郭台銘的狀況 那你現在看 他是 他們現在有一個表定說6月18號 其實如果6月18號才徵招 最晚的徵招期限是6月18號 對 那在這之前 還會出現很多的變化 你想想看 只有兩個月 郭台銘現在已經每個縣市下去走了 對 然後郭台銘他除了每個縣市下去走之外 他自己 美國也去了 日本也去了 這個 侯友宜他光是去個新加坡 這樣遮遮掩掩掩 他到底要去做什麼 而且他還是拿工費喔 他目前為止他到底 見了誰做了什麼 其實也沒有很清楚 那我是覺得像郭台銘他已經至少 美國日本最重要都跑了 對 我在想說 侯友宜美國跟日本什麼時候要去跑 他會見到誰 他去跑 他會用什麼樣的名義去跑 所以我覺得郭台銘其實已經跑在前頭 那這個部分侯友宜我覺得還差一大幾 現在郭台銘的民調有起來嗎 他們現在民調其實很近 郭台銘可能還略輸一點 但是他們現在民調其實蠻近的 那朱立倫有想要選嗎 這有的人是說到最後慾棒相爭漁翁得利 可是我覺得 應該不至於搞到這樣 因為 朱立倫他確實他在民調的時候一直拿不起來 如果朱立倫他在 因為這段期間他民調可以往上衝個10% 20% 或許他就起心動念 可是我認為他現在的起心動念就是不爽侯友宜 因為侯友宜跟他過去是屍屠關係 他栽培侯友宜是為了他選總統 結果沒想到 栽培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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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栽培一個總統 這個 要栽培結果他會飛碗他跑去 這個心結很深 心結很深 你又怎麼看柯文哲 我覺得柯文哲 要被藍軍整合嗎 我覺得很困難 當然很多人會講說他會這樣 但是我覺得很困難 因為民眾黨如果要存在 立委的席次很重要 立委席次如果 你能夠參與總統大選的話 我認為未來民眾 民眾黨在立議院席次 部分區的部分 還是會有亮麗的成績 但是他如果說被整併掉了 我跟你講那整個政黨票都會刪掉 所以我認為 不過真的我覺得2024 就是可能民眾黨他的這個 還是會關鍵 那那個 那個重要的關鍵是在於 他對藍軍的部分 是 你當時要辦博館館會 我 現在還沒 還沒 就是說 等到我的那個辦公室都弄好之後 因為千頭萬緒 啊 我現在就努力先跑基層 然後先那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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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今天訪問的呢 是這個 民進黨新北市黨部的主委何博文 博文 現在 已經籌算過關了 曾大哥我補一句 好 我拜託 這個 博文這次在十門三支 淡水巴黎 泰山林口算 全國各地 你只要在這個選區 你有親朋好友 你幫我卡著電話 對 很好的 卡著電話說 啊這博文啊 是我欣賞的 還是博文啊是我支持的 博文啊是我朋友 拜託你卡著電話 給這個選區裡面 親朋好朋友 這對我來說非常重要 拜託 這邊的初選啊 民進黨東部 我們也找三間 這個民調公司 因為要互比也要對比 對 那這個 經過對比的結果 這個博文其實 洪文凱輸2.7%而已 那這表示什麼 表示兩個人五五波 因為在誤差範圍 換句話說 這區博文有可能也贏 那可能差就差一點點 所以你真的講 就是每一票都很重要 好 那今天時間的問題 非常感謝博文 教授我們的好忙 謝謝 謝謝鄭大哥 謝謝好朋友 好那也感謝大家的收聽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見 拜拜